你 而我路上酒带单传敌长子 说起相貌那更是人中旅步马中赤兔 旅步骑马 潇潇洒洒呀 叶晴晨是不是给你看了我的视频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快要凉凉了 谢谢我 苏妍 恭喜你怀孕要做妈妈了 顾良 你不用说这种虚伪的话 来这干什么 你早就不是我顾家的人了 叔叔 你说我是顾家的人吗 我是顾家亲生女儿的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你让我叫了你这么多年的爸爸 为的就是遗产吧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和你们的DNA报告 我保留追溯家族遗产的权利 顾良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妇女吗 你们不配 顾良 你不要太过分 我明天要在头版头条 看到苏妍怀孕抑郁 而误会我的新闻 不然你们就等着收律师信 分家产吧 分家产吧 想什么呢 这么会神 想我找到我亲生父亲的线索了 他是顾家伟的亲哥哥 火灾 丧生了火灾 火灾 这是你父母吗 我怀疑他们的死 和顾正未有关系 所以我今天去找他 你这么做也太危险了 我也只是怀疑 所以我说了 要和他打财产官司 除非他承认顾苏妍是因为精神有问题 所以才误会的这一切 如果他心里有鬼 我们明天就知道结果了